每个人最后的归宿都是长埋黄土 最后的告别仪式可隆重可简单 可惜一些往生者 身故后无人认领遗体 有教堂给予他们最后的尊重 令越来越多无人认领的往生者 走有意义的最后一程 李永鱼报导 在多伦多市中心Aden Center隔离 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圣三一教堂 歌德复兴式建筑 在繁华闹市中更显得庄严宿目 而教堂门口有一块贴满彩色石仔的厨窗 好像一个公告栏一样 厨窗里面将贴很多纸张 上面的内容并不是经文 而是年份、月份和名字 而且有两个名字出现过很多次 究竟这些名字代表什么呢 为什么这两个名字又会重复出现 在圣三一教堂打来常务的Michael 可以和我们解答这些疑问 他们不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知道他们也发生出现出现或太几个冬村 冰村太阳远 或者其他冬村太阳里在户子里面 还有事情 冰村太阳 它们有足处于 冰村太阳 和旅途 寰村太阳 我们天下 原来John Doe和Jing Doe这两个名字 代表一些已过身、遗体无人认领 以及无法被确认名字的露宿者 圣三一教会收集这些名字 将贴在厨窗上 每月第二个星期二 会为新收集名字的细者 举行悼念仪式 圣三一教会的工作人员 为最近每月列出的名字数量 并有激增这个情况感到远色 在最近的年代 每月列出的名字 每个月有更多名字 当时会有两个名字 每个几个月 现在我们看到有10、15、20名字 每个月 我们一起聚集 专业各种不同的文化 因为这些死亡不是 不仅是白色、产生、黑色 但一个群人 在感受这个 极童社的问题 厨窗上的名字 只是占安省无人认领 尸体总数的一部分 省内近年陆德 无人认领尸体的数字 有明显增长 2020年的数字 更比前一年多出超过一半 安省首席验尸观 Dr.Darheyer 向传媒提到 他们部门未能解释 为什么2020年 安省无人认领尸体的数字 有激增 但相信一些政策的改变 例如缩短尋找 细者近亲的时间 都有可能是其中因素 无人认领的围体中 不是所有的已故者 生前都是露宿者 只是他们去世的时候 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 社工或政府人员 无法确认其身份 所以通知不到 细者家人认领遗体 而将他们 握入同一项数据之中 有在多伦多传科医院 工作的社工 和传媒透露 他帮助一位细者 尋找亲人的过程 犹如大海撩针 因为很多时 医院掌握的资料很少 甚至只得一个 从病人口中 隐约听到的明智发音 他尝试联络附近 露宿者收容所 警局 社区中心 以及政府机构 都搜寻无果 于是将名字 提交到 多伦多露宿者 纪念网站 就是姓三一教堂门口 厨窗上 细者名字的来源 无独有偶 该细者的女儿 同时看到 纪念网站上 有自己爸爸的名字后 辰转联络到这位社工 确认细者身份 并扮理身后事 细者女儿提到 其实他在2013年就已经报警 尋找当时还在生的爸爸 最后却因为他爸爸 向警方表示不想联络家人 而将这个失踪案件列作以解决 后来 细者在医院急证室 属死于自然 无可疑 所以警方 没有收到相关通知 正因为这样 就没有机会通知其亲人 前来认领遗体 记者早前 就如何处理 无人认领遗体的程序 尝试联络 安省首席法医官办公室 希望安排采访 但至截稿为止 仍未收到回复 姓三一教堂门口的厨窗 每增加一个 无人认领遗体的 细者名字 工作人员会在厨窗上 加一粒彩色石仔 以作纪念 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铁满石仔 但名字仍然不断增长 Zachary感到远色之余 唯一可做的 就是为细者送上告别式 这些死亡很可疑 人们感觉他们需要 一个地方来 来享受朋友和家庭 来享受朋友和家庭 来享受朋友 来享受这些地方 来享受很严重 严重的失败 所以一部分 在创建这些 无人认领遗体 是为了 成为更加监制建议 更加监制建议 成为更加监制建议 成为更加监制建议 我们的社会 所居住在街上 为了他们的正确和正确 虽然无人认领遗体 与其他往生者一样 最后的归宿 都是长迈土下 但无人认领的遗体 能够得到一个告别式 作为最后的尊重 就是这个厨仓 和每月为世者 举行悼念仪式的意义所在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到 下星期再见